各位网友大家好 OK仔 和大家看一下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方面 日本 真的只是说日本也有时间讲 为什么呢 地震 飞机失事 炒飞机 然后复光 市场大火 然后昨晚 其实两宗都是昨天的 昨晚还在东京 夜妈妈无端端 JR列车上出现了 女人开刀去杀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会和大家 继续报道 这些新闻 伊朗方面 出现了怀疑恐怖 襲击 導致很多人死亡 所以在 2024年 只是这个2024年 头几天 都已经这么恐怖了 未来的日子 会不会 很头疼 或者很严重 好 稍后和大家一起看 请大家给个like 支持一下 真是 唉 真是 为何会搞到这样的呢 逐单逐单 和大家跟进一下 首先和大家看了 伊朗 南部城市 克尔曼 连续受到爆炸恐杂 唉呀 造成最少73死 170人受伤 伊朗这边 有人说伊朗 伊朗你猜的东西很少 伊朗 稍后他瘋起来 又来了 这个世界就真是很立乱的了 根据发生社的报导 在当地时间 即是昨天 南部城市 克尔曼 发生了连续爆炸 造成 那么多人死亡 即是73人死亡 令他170人受伤 两次爆炸都是发生在通往 以故伊朗 伊斯兰革命围队 高级将领 苏莱曼尼 这个灵墓的路上 说到两次的爆炸相隔不够十分钟 有消息人士说 有人把这些爆炸物放在两个袋里面 然后用遥控进行引爆 根据伊朗克尔曼省库省长的表示 这两次的爆炸都是属于恐怖襲击的事件 会不会又出现了 又有意识利 即是那些古灵精怪的事件 真是在哪个 为什么会无端端有人出现恐袭 做恐袭这些事件 有待要去调查一下 真是 现在才是2024 不过有人说 疑死疑死 不要疑头 24年 1923 现在而死 真是很可憐 这些事件 有时候没说信不信邪 不过你一开波 就来了 即是印度神童预言又中了 龙婆 巴巴 孟革 那些通灵神童 那些人都说中了 中了 中了 六合彩合不见 中了 来周六 九千多万 不如有人说 给点码 现在告诉你 有钱 都未必有命响 这么乱的局势 但是不要紧 其实大家有时候 了解多些 这些 好像伊朗这件事件 可能是他们针对着 有些人对宗教的襲击 希望不要演变成为大事 好了 看完这件事 我们再看看日本方面 只说日本也有时间 就关于地震 能登判到大地震 死亡数字 现在达到73人 就说 动员了2000名自卫队成员 争取黄金72小时去搜救 这件事件在1月1日 石川沿发生 死亡人数现在达到73人 昨天在下午2点起 石川沿发布 重灾区轮倒市 大概有32人 猎难 诸州市有22人丧生 七尾市有5人死亡 当地继续出现鱼镇 其实之前的专家都说 未来会继续有 包括在凌晨到早上 也发生了很多不同的能力 有些四级 有些三级 有些五级 有些五级的余震 而日本首相 岸田问雄 亦表示 会再增加自卫队成员 希望能够在黄金72小时之内 拯救生命 其实现在当地的情况 也是挺惡劣的 因为多个地方 在石川沿里没有水 自卫队要找派水车向民众提供食水 也有三万四千户 没有电 厚生劳动省公布 在昨天早上 新析、库山、石川三个园 仍然有超过十一万户 没有食水供应 尤其在七美市最多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医疗机构 有十六间医疗机构 没有水没有电 另外在石川和库山 有七间医疗机构 仍然没有办法去帮病人洗肾 所以也挺头疼的 除了这个 断水断电的问题之外 再加上 现在有一条高速公路 以及十个地区依然封闭 而能登机场的跑道仍然封闭 而说到灾区 今天又说会下雪 所以这些是屋楼兼逢年夜雨 够不够物资呢 因为见到日本气象厅 他们的灾区未来几天会出现大雨 尤其是在石川和新析的地区 当局已经向石川沿轮岛市发出大雨警报 预计大雨会在今晚开始扩大 更加出现了行雷闪电 另一个问题 由于地震 很多房屋塌 可能很多泥土也会松散 加上大雨 很容易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山泥傾瀉土石流 也会小心这些情况 看看他们当局如何转移居民 随时出现了雪 所以也做好防寒准备 也有一件好消息 在珠洲市春田野地区 有位79岁的男士说 地震过去两天被困 在倒塌的家里 在昨天被人救出来 也是一件好事 好了 另外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看看 东京方面 这个东京列车 出现了斩人事件宝 在山首线炒业园站 在昨晚11点左右 一个女孩竟然突然拿把刀出来 在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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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至少四个人受伤 这次一个是女士 这位女士穿着大衣 看到现场画面 这位穿着大衣的女士 被多名警员制服 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受事件影响了 删手线 暂时停止 而四名相写的年龄介乎二十几到六十几 两个人背脊 和胸口中刀 另一个是右手中刀 哇 真是招招招招招招 所以 现在 不要蓝与蓝与蓝 都好 每个都细胸甲楼 日本近期都多灾多难多事干 你又弄了一宗这样的事情 那究竟是什么事 现在个个都拿着刀来防身 那时候有什么防狼噴霧 可能有些人就学什么防狼術 学一朝半式防身 现在你学什么呢 有什么事很快点走 真是 个个都有工具 这个世界很恐怖 二四年真恐怖 日本 真是继续接二连三的事件 真是多不星数 在这个东京Jail斩人事件 去到日本复光 出现了 二战后 北九州第一条食街 出现了韭天大火 余丁银天街 这个火灾 真是恐怖 也说到近小仓站附近 现场火光红红 火势蔓延得很厉害 当时我看到香港的媒体 还没报 看到有台湾的媒体 就写得很夸张 就说到 就是说大量蔓延大量波及 我心想不是吧 接着我又来那些大架 大规模起火 接着我心想 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是真是 壞事要继续来 这件事是怎样呢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导 就说在昨天下午三点多 当地时间 现场一间餐厅密集的地区 而这个商店街 距离JL小仓站三分钟的路程 在1951年创立的 也是日本最早拱狼式的商店街 有日本传媒说 其中一个建筑物 起火 估计是餐厅 有个当地的员工 向传媒说 当他一觉醒来 就看到整个区域都被烟雾覆盖 哇 接着就 到处都烂烈了 那便立刻 很多人都撤泥了 唉 这件事 真是恐怖 是吧 幸好 没什么人命 没人命伤亡 你这样搞 还敢不敢去呢 现在很快 一月再过两个多月 其实也不止 一月现在开始沖繩那边 已经看櫻花 不是 櫻花 櫻花 慢慢移动到三月 四月 我不知道今年的天气如何 可能会提早开櫻花 每个人去看櫻花的时候 你想想你还敢不敢去呢 好了 接着就去看看这个雨田机场的事件 这次飞机碰撞事故 机撞机的事故 有一件事令大家很惊讶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竟然那部客机没有人死亡 被誉为一个教科书 这个教科书式操作的成功 就是导致这次客机没有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究竟那个教科式操作是什么呢 这件事 大家又要先学一下这些东西 否则 到时候touch route 你遇到什么事 你们走去做 真的自求多福 一起看看 因为这一部飞机上面 有379人 全部成功逃出了 虽然说到海上保安厅那部飞机 只有机长能够逃生 五个人不幸离难 其实某程度上 说到是不幸中之的大行 这个怎么被誉为教科书级呢 路透社访问了一名逃生者 说他是东京居民 他跟他女朋友在宅房导言格回来 他在这个事 我相信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影片 那部飞机 撞了之后 左边正着火 然后里面的机舱 一堆烟 都低头 那时候看到那些空中服务员 不停呼吁 他就说 真是奇迹 如果再遲些下机就死定了 好了 他说 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搞到他说 我以后也不想坐飞机 好了 那究竟 为什么可以 导致到 没有人来烂 在这个客机上 路透社看到那些影片 就说 他们从这些分析 第一件事 空中服务员不停呼吁乘客保持冷静 更加要表示 大家要配合指示行动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 保持冷静 是很难的 大家都明白 在这个环境 说飞机爆炸着火 你叫我冷静 我想快点下机 好了 我相信你也好 我也好 或者大家都好 都是会很担心很乱 但是 也要首先看清楚形势 因为你一乱起来 大家都乱 随时更加麻烦 这位空中服务员 看到空中服务员 看准时机 开逃生器箱 然后大家就很快地走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一班乘客在逃生时 看到大家都是没有拿手提行李 因为按照航空机构的标准 其实如果在紧急疏散期间 你走去拿这些随身行李 是会存在风险的 所以有一位 英国航空顾问机构的安全总监 就说 机组人员做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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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 他说 看到没有人拿这些随身行李 所有乘客都成功逃生 这是奇迹 更加有人说 机组人员在飞机撞击后 发生了几分钟 是很关键 简直是这个 叫做教科书式的疏散指引 幸好我有这么看 这件事件 日本 我之前经常都说 日本是一个非常有discipline 纪律的国家 很多国民都是很跟随规矩 大家排队很安静 很遵从这些指示 你想想 如果 突然间 在其他地方 有人 哇 下机 危险 然后有人说 不要拿行李 然后有人就立刻 不拿行李 瘋了 那些东西在里面 那你买在上面 你想想 然后每个人都乱了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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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然后可能在右边后边 走 这些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发生 甚至乎 有些人可能想 襯乱 不知做什么 所以其实 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关键 临危不乱 是很重要的 大家 有时候坐飞机 这件事件也会再度 缓醒大家 对于 预早事件上来的时候 大家经常都不看 那些空姐 你坐飞机 飞机还没起飞 时 告诉你 救生衣在哪里 救生衣在哪里 如何吹 吹脏 吹脏 那条安全带 如何绑紧它 等等 尤其是安全带 说起安全带 很多人很懒 空姐叫你扣紧安全带的讯号 坐在座位上 有些人坐得久一点 扣得久一点 就不耐烦 又说要拖屎 又说要拖屎 你想想 如果你不听话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什么事 你是最危险的人 每个人绑紧了 我们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 这些叫空难事故 其中 有时候 可能飞机突然会遇到气流错 或者突然很强烈的震动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不在座位上 绑紧安全带的 机长叫你扣紧安全带 你不是的 是周围走的 一个人不容易 彈你上天花板 你就会断了 那条颈很容易 所以这些 我觉得也是 大家要留意 其实 根据欧美指引 原来 为什么不可以再拿行李去逃生呢 因为 现在在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那个紧急指引 就是 乘客 应该如果在紧急情况里 90秒内 即是一分半钟 一分半钟 就要立即撤离飞机仓 在飞机意外发生之后 乘客 或者 可能 很多人 空姐 甚至乎 但是我们不知道 外面 不知道飞机 现在的严重性 和紧急性 有些人 可能在拍片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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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也是 所以 告诉大家 试过 有的 在13年 寒雅 有部飞机 在三藩市跑道 就聚毁 就着火了 说到有乘客打开 头顶 的储物架 拿回行李 最后 就两人死亡 这些也是 也试过 在俄罗斯航空 有一部莫斯科 飞摩尔曼斯克的客机 在19年 紧急着陆之后 就起火 最后41个人死亡 为什么 原来有乘客要坚持拿行李 或者 左头左勢 阻止人家疏散 就是可能 人家要走 让我先拿行李 死亡 站在那里 滚滚 这些情况 导致这些伤亡 慘重 所以 告诉大家 惹没了 不要紧 命没了 那就玩完了 所以 有时候 我觉得 可以看到 幸好 这件事件 大家的纪律性 很高 有些人是不听话 是乱来的 很危险的 我也试过 自己试过 在一些人多 挤逼的时候 有人在那边 推动 你看你前面不走 然后逼你 然后夾你 其实是很危险的事 我也试过出声 真的 导致我说 你推什么 前面有脑有乱 你不觉得我不跌倒 你推前面 跌倒的时候 隔山打牛 一个 有什么事情上来 一锅熟 所以 大家更需要 保持冷静 更加要小心 那段时间 是的 我也知道是很难 但是 都要去 小心 应对 冷静处理 这件事很重要 至于 关于这件事故 现在 在报道 讲到几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通话记录 为什么会出现炒机事件呢? 日本 这个国土安全省 交通省 公开了交通管制员 和两架飞机之间的通话记录 显示示法保安厅的飞机 被指示 跑道前方 靠停的位置 叫他不要进跑道 没有获得起飞的喜可 说到 不要进跑道 日本放送协会 估计可能 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师 误解了空中 交通管制员的指示 会不会呢? 会不会呢? 我在网上也看得到 另一种说法 因为 要确保 所有讯息 清楚 其实 控制塔的控制员 和飞机师 即机长 他沟通的时候 通常 你控制塔的控制员 下了个指令 叫飞机 你可以出跑道 准备出跑道 那机长 通常控制塔那边 要复述多一次 我刚才说什么 你可以出跑道 请重复 那边就说 收到了 现在可以出跑道 没问题 大家确定了 大家收到 发送的指令 和接收的指令 是一致的时候 才去做行动 所以 这个位置上 也可能 究竟 是 溝通上的错误 如何溝通上的错误 我也是摸不着头脑 因为 你如果有复述 还是 这位 军机的机长 根本 可能精神不够 因为他们急 要救灾 还是 怎样会导致 这个 溝通上 完全错误的理解 这个 真是挺奇怪的 所以 需要调查一下 所以 一定是 关乎 控制塔 如何去控制 这些飞机的 由这件事件 一开始 我们都已经研判得到 其实 是 没有可能 你没有可能 飞机 下来的时候 有个飞机准备出来 你一定是 控制完 控制着这些飞机 给指引他们 尤其是 那时候 晚上的了 你未必容易看得到 因为 那个飞机实实是太小了 如果你和客机去比 一个巨无霸 一辆煉单车 一辆泥头车 那样 你 是靠这些控制元去控制 所以 当中 是哪一部分 出现了事故错误 我觉得 到这个位置 都不能完全说 是这一个 叫做 軍机师 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不一定 完全是 关他事 不一定 完全是他错误 应该这么说 可能 控制塔也有些職責 跟大家說完這些日本新聞之後 最後也會跟大家看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在紐約出現了新年音樂會的致命車禍 紐約州羅切斯特新年音樂會場外面出現了致命車禍 有一名司機開車撞到途人和另一輛車 造成兩死五傷 為什麼呢?是不是關乎醉酒駕駛還是恐怖襲擊呢? 涉事司機說在酒店房間留下了遺書和日記 你以為自殺不用這樣吧?你是殺人 要抱著別人找人陪葬 這些都瘋了 所以有人說人 應該這樣說 不怕死的人是最可怕的 因為他也對自尋短見的人是最可怕的 他也命一條了 你拿去那隻 這件事件導致有其他途人死亡 所以他也很罪孽深重 他自殺不成功反而殺了人 更加導致火警 真是很恐怖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未來 這幾天可能還有很多特別的新聞 日本方面都真的多災多難 不知道 那個新式的核電廠我反而都比較關注 會不會還有一些進一步的消息呢? 要看日本方面的公佈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